白雲和劉神姿一起現身美容店開張活動 兩位貪美之人平時當然有勤做護膚 不過白雲就強調自己怕痛 所以不是每款美容鑽顏方法 他都願意去試 我很勤勵敷面膜 但其他事情我沒有怎樣做 因為我很怕痛 我痛過神經打針都會哭 臉皮膚也會黏黑頭 我都覺得太害怕了 太害怕痛了 所以不行 我也是 上次試過做一些比較 別人都覺得不痛 別人都覺得不痛 你來做這個化妝也沒問題 我痛到大叫 然後在美容院裡哭 醫生就嚇到你做甚麼 我很害怕 只要不痛 不要見血 千萬不要打得好一點 一定不見血 所以明顯我們不會開刀 不敢開刀 所以我連瓷子都不敢打 因為我聽過都是會痛 嚴嚴下日來到 兩位美女都有趁好天氣出海游泳 白雲更在自己社交平台大派福利 上載多張詠照 當中還有張背部全裸 非常性感 不過就惹來部分網民無禮操作留言 激到白雲要發文反擊 因為其實我個人很簡單 很多人說我對著一些不好的評論 偏激的評論 尤其是可能我是內地出世長大 有很多 很多人會說 你不用理會的 不用理會這些人說甚麼 有些人是OK的 我都不理會 我不理會 其實我不理會 但是我會很生氣 那一刻我發洩的 我發洩完了 你這樣說話不行 之後又不是罵 說出來我不滿 之後再協助你 那我就爽了 反正你又不能跟我說話 你又不能再加我 再說你有甚麼不滿 之後我自己爽了 講到工作 AGNA牌除了繼續忙著 拍攝荷里活作品之外 又要兼顧自己的飲食生意 逆史之下 他最近就在中環黃金地段 再開餐廳分店 大家都說 為何你這麼膽敢逆史開 很多人都說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開 但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幸好有一群合夥伴一起搞 因為其實今年我都會 都很多時間會放在拍 去年也都 今年去年都拍了幾部 荷里活的電影 電視 接下來都會拍 所以都跟合夥伴說 我有可能會 有些時間 我都是想重視多一點時間 在娛樂事業 AGNA最近還獲旅法局 邀請做宣傳大使 去廣香港旅遊 百足這麼多爪的她 不單止以上副業 今個夏天 她還有一個新嘗試給自己 我有製造泳衣 我有製造泳裝 所以都準備了很多新款的泳衣 甚麼時候 接下來 有我的尺寸嗎 你那個尺寸 挺有趣的 西瓜 挺有趣的 傻 Wy 好